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丁泽人不仅输掉了比赛 而且还丢了人品 导致自己的房子倒塌 蹭了王一博的人气 吐槽 又一个偶像陨落了 这次是丁泽人 那个曾经被称为胡嘎的孩子 他估计不会上热搜 估计没人知道他是谁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他是UNIQ王一博的同事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他就不会在名单上 说实话 这个偶像突然上热搜是真的 这是因为一位主要粉丝披露了 不中和爱情也意味着前同事的事实 并且有各种各样的事实 丁泽人的追随者的爆料 主要是让他为公众所知 这主要是因为那些爆料中提到了王一博 那是丁泽人在抱怨公司的前同事 声称前同事要录制快乐大本营 和王一博实战 为此 他表示工作人员要求他跳自己发明的舞蹈 但他来到王一博所在的地方 却是自由式 感觉自己被骗了 我相信我也可以杀了王一博一段空闲时间 毫无疑问 有大量的交易量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舞蹈质量达到标准 迟早你将能够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 并在公众中广为人知 事实证明 你没有付出很多努力 你不珍惜他 你在背后说别人的八卦 很明显 这个角色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节目的背景下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比这位偶像还要高 这甚至一点问题都没有 王一博到了今天的位置 嘻哈界的实力是公认的有名气的存在 除此之外 他是由同一家公司生产的 王一博是这场嘻哈运动的领军人物 另一个同事丁也为了让杜华出名 也特意找了杜华 要求上节目 这么透明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不注意呢 谁能想到 王一博真的在背后骂他 王一博正在上菜 火锅局的丁泽人却故意不理他 王一博质疑是不是我的 他没有理会宝宝 礼貌地把菜递给了其他客人 最后 王一博接过盘子 高兴地分给了其他客人 真的把游戏搞砸了 我也把角色搞砸了 无数艺术家被迫跪下 另一个丁同学 是个大惊喜 这个支持者为他掏出不少于300万 粉丝们 这对你们来说是相当震惊的 富贵无比 各位粉丝圈的小姐姐们 请务必保持警惕 如果你是名人的粉丝 你有义务更多地了解他们 有些人不值得努力去追求 为什么有的偶像在你无法挣脱圈子的情况下 却选择给你机会 事实上 他们付出的努力很少 进步的很小 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 我终于明白王一博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 他是出了名的努力 上进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更好的自己 脚踏实地 尽职尽责 事实证明了一点 就是没有成名的方法 就算这个丁素人 怎么蹭人气 摸瓷同仁 再好的资源摸你 本事还不够 总之 我有话要说 但王一博完全沉默了 一位老同事向他伸出了手 但他也被互动所暗示 他需要杀死他的事实是一个更加荒谬的前提 我很好奇王一博知道这件事后的反应 网民纷纷向王一博打招呼 吃着西瓜 他们不是有意给你们造成不变 但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他们确实带了王一博 能给孩子们多想想吗 王一博不是故意的然而 丁泽人倒下 激怒了大众 因此 有网友评论说 丁既输了比赛 又输了他的性格 丁泽人家被毁 尽管许多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吃瓜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因此 这一事实并没有削弱任何人对这种特殊甜瓜的热情 我只知道他是乐华妻子乐队的成员 仅此而已 起初 小偶像摔倒时只有观众受伤 吃瓜的也只有路过的人 谁能想到 丁泽人战姐爆出的证据 竟然是王一博上热搜的原因 王一博和丁泽人虽然都属于乐化 但其实是同一个主人 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甚至当王一博和丁泽人的名字同时登上热搜的时候 很多王一博的粉丝都好奇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本质是什么 有什么值得像之前的一样认真研究的呢 2018年 王一博参加了快乐大本营 曾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评价道 你看 你面前有失败者 也有失败者 快乐大本营你想放弃哪一个 丁泽人是这句话的对立面 在那场比赛中 这个事实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 王一博必胜无疑 那是2018年 那个时候王一博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王一博凭借着出众的舞蹈功底 在粉丝并不特别多的情况下 还是战胜了对手 就连丁泽人的表演都是经过编排的成品舞 而王一博却是随着节目组 随意选择的音乐跳出自由舞 但在丁泽人看来 是节目组在夸王一博 丁泽人甚至扬言在有机会 我可以杀了他 不过 事实上 王一博和丁泽人下一次在镜头前的相遇 还是在王一博参加这就是街舞的时候 丁泽人给王一博端了一个火锅 说趁他在的时候加点吃的 仅此而已 就是在月球上摸瓷的感觉 显然 王一博是因为这起豆沙坠落的惨剧而被压垮的 但王一博的崇拜者也不是吃素的 因为丁泽人认为自己的舞蹈比王一博强 所以他打算晒出两人当年 在快乐大本营中的一场舞会合照 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来 王一博的舞技并不差 丁泽人的粉丝在这就是街舞的火锅区 晒出了他为王一博和韩庚服务的照片 丁泽人之前就说过 下一次和王一博比赛 他一定会赢 可以说 我很担心再遥远的将来 丁泽人这个名字将不再存在 2018年 当着大本营中人的面 在比赛中败给了王一博 由于姐姐在2022年的发现 让他在全世界网民眼中的形象都无法维持 很多时候 王一博随口一说似乎都能成真 也不知道是不是早就知道丁泽人的德性 还是单纯的巧合 但他似乎确实发生了很多 同为乐化人的丁泽人是资深同事 爱上粉丝 威胁战姐 还收过战姐的礼物 另外 丁泽人是个跟踪狂 但王一博不一样 尽管周围总是有大量的摄影师跟随他 但他每天都会加入团队拍摄 以增加体重并减少他为角色做准备的肌肉量 他说他要么是自己 要么是保镖 目前可以观看无名 长空之王 热烈和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剧集 完成一项工作后 他经常不停地转移到下一组 因为他一直在忙于自己的事业 可以说是王一博负责月华支付丁泽人的工资 王一博的哪些成就 他有权批评 月华丁流被月华互斗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不过不久就要糊了 王一博曾经说过 做生意的能力是偷不走的资本 王一博意外中枪 群里很多其他人也因此受到了训斥 丁泽人被战姐看了不少成人内容 前段时间才一大赛中选出来的最后一个限制组 也已经毕业了 回想上一届选秀节目的日子 粉丝们也和大家一起走了不少路 尤其是那些已偶像出道的新人 很多考虑 支持者是他们仅用一个声明就成功到现在的主要原因 然而 也有一些偶像走得越来越窄 房屋倒塌 车毁人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非常不安 尤其是他们的支持者和一直在他们身边的朋友 近日又曝出另一位偶像有大量不当行为 而这次爆料的是战姐 车站的姐姐透露了很多两人过去的互动 尽管战姐为她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我还是无法克服自己最后的难过 这就是被称为丁泽人的月华偶像 作为月华妻子中的一员 丁泽人最初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关注 丁泽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人气 尽管他没有出道 但他还是成功地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朋友 说到这里 可以说这位战姐已经是大保眼福了 他披露的新材料数量相当惊人 丁泽人过去几乎所有的偶像背叛自己的原因都被卷入其中 包括与爱情相关的原因和与性格相关的原因 王一博因此和众多月华妻人一起被无辜枪杀 是所有人都觉得最荒唐的事情 看来 丁泽人这个人设在处理一个重大问题 快乐大本营是2018年月华的七个儿子和王一博一起做的 他们都是月华的成员 而王一博因为是月华的成员 有时也被认为是他们的先行者 节目中 王一博与丁泽人进行了一场舞会 从当时的情景来看 丁泽人的舞蹈应该是提前准备好的 然而 王一博的舞蹈也在现场即兴发挥 从人群的反应可以看出 王一博的场面会比其他人更胜一筹 吵一些 从战界公开的谈话记录来看 丁泽人一直在表达对王一博的不满 他相信王一博的即兴发挥会更有利 公司和节目都是王一博的后盾 看到这些聊天记录 很多网友都觉得王一博实在是太天真了 这是因为现场的表演还是能说明很多问题的 而至此 王一博已经连续三届担任这就是街舞节目的队长 另一方面 丁泽人似乎在持续恶化 而目前的发展状况也极具启示性 再者 2018年的王一博还没有走红 在娱乐圈也可以说是有点透明 因为当时陈情岭还没有开播 他还不是那个蓝忘机 水碱限于夏天 这两个因素都导致了 王一博在2018年还没有走红 但王一博一直对舞蹈充满热情 这让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他还重视在舞台上表演和跳舞的机会 这是他能够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直到今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他只说王一博 可能是因为上一期节目的问题 但是 他在聊天记录中也提到了黄明浩 这足以证明他的性格正在处理一个重大问题 丁泽人过去曾面临大量不利信息 湛姐这一次的爆料要广泛的多 因此 其他詹的崇拜者都为这位詹姐姐感到难过 丁泽人会不会回答我 不能肯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向他解释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